在过去的几个月中,Saminco专门为检测井下采矿车辆的推进动力系统而建造了一个山丘。 在此实验设备的帮助下,Saminco可以在仿真的起伏矿井地形下对本公司设计的先进变频驱动器推进系统进行操作及实验。 Saminco的变频驱动器是一种采矿车辆闭环推进动力系统,提供更精确的位置操控,并且使转速和转距控制更加精确, 使得采矿车辆,例如连采机、缩车、铲车,能够在爬坡时保持电力供电下停止,并且不需要机械刹车。 此时展现了使用Saminco闭环控制系统的缩车,在不使用机械刹车的情况下停止。 这是Saminco竞争对手所使用的开环失量系统所不能办到的。 连续的位置反馈可以密切地监测和调整VFD对牵引电机的电力供定,使车辆能够停止,甚至在交抖的斜坡上。 并且在再生闭环推进动力系统完美控制下的闭环VFD牵引缩车,还可以平稳地爬坡下坡。 现在展现了使用相同VFD闭环协议的虚电池产车,可以在不使用机械刹车的情况下在斜坡上保持静止。 与缩车相同爬坡平稳,并且在下坡时调速器可自动帮助车辆减速至零。 所有散民口VFD AC牵引系统都具有这种专利特性,此特性使车辆操作更加安全,有效,生产操作提高,防止开环磁通矢量系统下的滑动现象。 在坡上需要向前或向后移动时,车辆可以在操作者控制下圆滑的移动,而不会突然减速,此控制适用于不同采矿环境。 所有的散民口驱动器都具有临近检测系统,这一特性可使车辆下坡时停止,增加了驾驶安全性。 我们可以精确地控制转距,在狭小转弯处提供精确的插动,减少了对轮胎、齿轮以及车辆底盘的磨损。 以上特性属散民口专利发明,大部分VFD系统使用开环控制,无法平滑控制车速减至零,也无法像散民口VFD推进系统一样平稳加速。 散民口同时也使用开环矢量控制作为备用,以防止电力反馈时效。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散民口销售人员。